学校里头有狼师 校方竟然不通报 让狼师一再的犯案 高雄现一所国小的成姓老师 因为涉嫌对女学生毛手毛脚 校方呢竟然以情节不严重 没有依照规定来通报 还让老师调动到另外一所小学 再度猥亵女学生 这个案件才因此曝光 而这名包庇的校长因此被罚三万元 校有狼师 校长竟然知情不报 只调动身出狼爪的成姓教师 到另一所国小任职 事情曝光 社会处针对证明企图包庇的校长 开罚三万元 高雄现这名诚信国小老师 在上课时对女学生毛手毛脚 遭到校长掉校之后 又爆出在上课时 播放儿童不已的影片 让学生观看 还要求女学童 坐在自己的大腿上进行猥亵 而在今年十月事情曝光 本来是一个学校的一个通报 然后整个了解以后才知道 这个老师在上一个学校 也有这样的行为 为了校方校育 校长说要让狼师改过自新 却不知他人是恶性不改 再度重伤学童又小心灵 社会处大动作开罚校长 希望能够保障学童权益